被雨困在家里期间,我每天花两三个小时来扩大我的山洞,把它逐渐向一边掏挖,一直挖到山外面,并打出一个门或者出口,通到围墙外面。 于是,我就从这条路出尽,但这样空荡荡地睡觉,我始终有点不放心,因为以前我总是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四门紧闭的地方,而现在却敞着门睡觉,生怕什么东西进来袭击我。 其实,我倒看不出有什么动物值得害怕,我在岛上见过的最大的动物是山羊。 9月30日,今天是我不幸上岸的周年纪念日,我把我那柱子上的刻痕算了算,发现我已经上岸365天了。 我把这天定为斋戒日,并举行了宗教仪式,以极其虔诚谦卑的心情,贵附在地上,向上帝忏悔我的罪恶,接受他对我的公正处分。 祈求他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,饶恕我。 从早晨到晚上,我差不多一点东西都没吃,一直到太阳落山,我才吃了几块饼干,一把葡萄干,然后上床睡觉了。 很久以来,我都没有过礼拜日,最初是因为头脑里没有宗教观念,后来又没有把礼拜日的印痕刻长一点来区别其他的日子,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哪天是哪天了。 现在,我算了算日子,知道已经一年了,于是,我又把这一年化成许多星期,每七天流出一个礼拜日来。 不过,算到后来,我发现自己竟然漏掉了一两天。 不久以后,墨水快用完了,我只好更节省地使用,只记录生活中最重要的是,对其他事不再记日记了。 我现在,我现在已经开始摸到语记和汉记的规律,并且学会了把它们加以划分,做好准备。 但是,这个经验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得到的。 下面将要叙述的,是我所做的各次试验中最失败的一件事。 前面说过,我曾收藏过几个大麦和稻谷的穗子,这些穗子,我一度曾认为是凭空从地里长出来的,我相信大概有三十颗稻子,二十岁大麦。 现在,雨季已过,太阳正在向南移动,我觉得正是播种的时候。 于是,我用木铲把一块土地挖松,并将它分作两部分,种种子。 正种的时候,我心里一动,心想,还是不要全部种下去吧,因为我还弄不清楚什么时候最适于下种呢。 于是,我只把种子下了三分之二,每样留了一点。 我这样做,真是万幸。我这回下的种子一颗都没长出来,因为种子拨下地以后,一连几个月不下雨,土壤里没有水分,不能帮助种子生长,所以始终长不出来。 一直到雨季来临,才像新播种的庄稼似的,冒出来。 第一次播的种子没有长出来,我料定是由于太汉的缘故。 于是,便想找一块阴湿的土地再试一回。 在二月里春分前几天,我又在茅草屋附近挖了一块地,把其余的种子播下去。 这次,因为有三四月的雨水浇灌,不久便欣然长出来了,收成很好,但因为种的很少,我的收获每样差不多只有半头光景。 这次的经验,使我在这方面成了内行,我知道了该什么时候播种,也知道每年可以播种两次,收获两次。 在庄稼生长期间,我有了一个小小的发现,后来对我大有益处,大概是在十一月,连绵的大雨刚刚过去,天气开始稳定。 我到岛内的茅草屋去了一趟,我已经好几个月没去哪儿了,一切都是我离开时的样子。 我打的那堵双层篱笆不但坚固完整,而且从附近树上砍下来的那些木桩也都发了芽,长出很长的枝子来,像是头年被修剪过的柳树一样。 我说不清,这些木桩是从什么树上砍下来的,看到这些小树都活了,我又惊又喜。 我把他们修剪了一番,使他们尽可能的一样齐整。 三年以后,他们居然长得体态优美,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 虽然我的篱笆直径有二十五码,然而这些树却很快把它完全遮掩起来,绿树成荫非常适合在旱记住。 看到这种情况,我决定再砍些桩子,在我的第一个住所照样打一个半圆形的篱笆。 我很快就这样做了,我把那些树或者叫木桩排成两行,离旧墙大约八码左右,它们不久也都长大起来。 起初只是我住宅很好的避阴之处,后来却成了我的防御工事。 关于这些,我以后再慢慢叙述。 现在我发现,这岛上的季节不能像欧洲那样分成夏季和冬季,而应该分成雨季和旱季。 大致情况如下,二月后半月,三月全月,四月前半月,多雨,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或在赤道附近。 四月后半月,五月全月,六月全月,七月全月,八月前半月,干旱,太阳在赤道以北。 八月后半月,九月全月,十月前半月,多雨,太阳又回到赤道。 十月后半月,十一月全月,十二月全月,一月全月,二月前半月,干旱,太阳在赤道以南。 雨季的时间,有时长,有时短,要看风向而定,这不过是大致的观测罢了。 自从有了雨天出门,有害的经验,我便注意,事先把粮食预备齐全,以免临时出门。 下雨的月份,我尽可能待在家里。 雨季一到,我总是找许多适于在雨季做的事来做, 因为许多东西都是必须花很大的气力和苦心才能做得出来的。 雨季这段时间正好可以利用。 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,我曾想过许多办法做筐子, 但我弄到的枝条都非常脆,一点都没用。 有一件事对我很有帮助,那就是,做小孩子的时候, 我常常喜欢站在城里制筐匠的店门口,看他们边腾气。 我像所有小孩一样,喜欢管闲事,并且对他们的工作技巧看得非常清楚, 有时甚至还帮他们做一两手。 所以,我学会了边框的方法,只要有材料,就有办法。 这时,我突然想到,我砍作木桩的那种树的枝条, 可能跟英国杨柳树一样柔韧,因此我决定用它试一试。 第二天,我就跑到我那乡间住宅附近,砍了些细枝条下来,拿回来一试,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 接着,第二次,我就带了一把斧子去,砍了很多回来。 我把这些枝条放在篱笆中间晒干,等干到适用的程度,就拿进洞里去。 到了第二季,我尽可能地把它们编成许多筐子,有的装土,有的装东西,随便怎么用都行。 虽然我编的并不是很好,但勉强可以用。 从此以后,只要筐子烂了,我便随时加以补充,特别是编了许多既结实又深的筐子。 在古物多起来时,用来装古物,就不再用袋子了。 我花了很多时间,解决了筐子困难之后,就激励自己,看能否满足另外两个需求。 首先,我没有装液体的容器,只有两支筒都装满了甘蔗酒,再就是几支玻璃瓶,有的是普通样子的,有的是方的,是装水和烈酒用的。 我甚至连煮东西的罐子都没有,只有从船上取下来的一把大壶,可是它太大了,不合乎我的要求,不能煮汤炖肉。 我想要的第二样东西是烟斗,但是我做不出来,不过后来也想了一个办法。 整个夏季或旱季,我都在忙着栽第二道木桩编腾气。 同时,还有另外一件事,占了我不少时间,时间简直不够用。 前面已经说过,我很想把全岛都查看一遍。 我曾经走到小溪旁边,并且继续前进到了我盖茅草屋的地方,从那里可以看到大海,看到岛的另一头。 现在,我决定穿过小岛到岛的那头去,于是我带了枪,斧子和狗,以及两块大饼干和一大包葡萄干,又比平常多带了弹药。 开始了我的旅程,我穿过我那茅草屋所在的山谷,向西望去,看到了大海。 这一天,天气很晴朗,我可以很清楚地望见对面的陆地,但不知道那是海岛还是大陆。 只知道它的地势很高,从西一直向西南偏西方向延伸过去,延伸得很长。 依我判断,至少有15英里到20英里那么长。 我说不上那是什么地方,不过,根据观测可以判断,大概是每周的一部分。 靠近西班牙的领地,也许那上面全住着野人。 如果我在那里上岸,我的情况一定比现在要糟。 因此,我对上帝的安排感到心悦诚服,并且开始承认这是尽善尽美的安排。 这样一想,我也就心平气和,不再自寻烦恼,妄想到那边去了。 另外,我又仔细考虑了一下。 如果这片陆地是西班牙海岸,那么我迟早会看到一些过往的船只。 如果见不到,那么它就是西班牙领地和巴西之间的那片荒野海岸。 上面都是些最野蛮的野人,全是食人部落。 只要落到他们手里,都会被吃掉的。 我一面想着,一面不慌不忙地往前走。 我发现,我现在所在的岛比我住的那边好多了。 宽阔的草原,散发着香气,点缀着野花和青草。 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林。 我又看见许多鹦鹉,很想捉一只训养起来,教它说话。 我费了不少事,才用棍子打下来一只小鹦鹉。 等它苏醒之后,我把它带到家里。 这只小鹦鹉开口说话,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了。 我最终教会它很亲热地叫我的名字。 后来出的乱子,虽然微不足道, 说起来倒很有趣。